近年来,随着中国市场的牛肉需求激增 澳大利亚、巴西、阿根廷、新西兰、乌拉圭 这五个牛肉生产国都在争相加码中国市场 就在澳大利亚担忧自家牛肉不敌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 日本却突然找上门来 据媒体报道,日本打算和澳大利亚重新协商牛肉进出口条款 但是这个提议被澳大利亚一口回绝了 外界看来,澳大利亚如此果断回绝日本 还是仗着有中国买家 据了解,今年上半年,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牛肉总量达到12.6万吨 增长了62% 更让澳大利亚感到兴起的是 该国在中国市场的超优惠牛肉配额量将从今年起逐年递增 到2031年将增至24万多吨 也就是说,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牛肉将享有极大的优惠政策 由此看来,在中国牛肉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澳大利亚正在努力扩大自家牛肉的竞争力 估计也就懒得把日本放在心上了 欢求热点财之世界 大家好,我是Becca 快点击关注我们了解更多财富密码